最後在應用的方面有一個新功能 就是數據的分析 可以圖像來顯示 譬如說我選擇要來了解我的相對高度 這麼多舉個例來說 那我可以在畫面直接去了解 很方便 還有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JellyBox 可以在這邊做調整 就取代了硬體原來的JellyBox 螢幕上就有這個功能 最後一個細節 說明書沒有特別著名 在這邊要請大家注意 就是在System的這個選項 有一個功能 有一個功能 要調整才能夠有語音的功能 這邊 發射機的電壓小於多少 好 那就有警示的聲音 這個聲音可以自己選 因為它本來是用那個模式代碼 如果你沒有做更改 它就用原來的代碼 這個可以自己選 譬如說 失去訊號 Signal lost 我規定 天線強度小於2的時候 會有一個警示 Warning Weak signal 這邊 這邊 所以這邊 要 自己要設定 最後 這邊 可以看知道 自己的 韌體的 還有各項 詳細的 數據 再示範一次 這個最好用的語音的功能 譬如說我推油門 Timer 2 minutes 48 seconds 關油門 啟動計時器的功能 然後譬如說我現在在高空 飛行飛很高 Altitude 1 meter Antenna 1 8 Antenna 2 9 Vario Minus 0.1 meters per second 我馬上就知道 當然 你必須 要聽得懂 這英文 不然的話要把那個 語音要改成中文 自己還要再改變那個 語音的 每一個檔案